在南京地铁二号线 今天路上见到了钢管姐王菲菲女士 让王菲菲和她的学生很不满 因此才临时决定 今天再度登车表演 手持照相机和DV的人 今天的表演相当精彩 高难度的朝天批唱 倒挂等动作 让不少乘客大开眼界 不过就在钢管姐望情狂舞 乘客津津有味欣赏时 南京地铁执法人员来到车厂 纯洁的钢管婆子 两次钢管秀中 王菲菲曾经踢到乘客的皮箱 引发了乘客的不满 地铁方面称 这类舞蹈在狭窄 且摇晃的地铁车厢里进行 很容易伤及其他乘客 存在一定危险性 会影响地铁的 随后执法队员决定 将钢管姐带回办公室进行调查 在地铁马群站 随同人员解释说 王菲菲是他们的舞蹈老师 自在后绝不会再登上地铁表演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